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议会上都提出过一地两检可能有些担心 有些忧虑 但市民去到今一刻都真的好像没有以往 可能某些议题上有这么大的反应 到底是真的好像你所说政府的誤道 还是其实他们都觉得高铁是必须 还是其实有其他原因 我想市民需要明白一件事就是 任何的我们讲公共政策的讨论都有成本效益两方面 现在政府就一天到刻在跟我们讲效益那一部分 但我们都要想一下成本那一方面都要讨论的 尤其是我们讲司法上似乎有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的成本了 政府有个说法 如果我们不在西九做一地两检的话 就不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效益了 我反过来问 如果你真的想发挥最大效益的话 我不如取消了中港边界 我不如任何大陆的人随时都可以来香港 我保证你的高铁列车格格都会爆满 但这不是香港人可以接受到的东西 换言之就是说有一些底线我们一定要守的 有些底线我们不可以过的 但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 今个星期我们见到政府提出的方案 似乎就越过了底线了 我们不可以任由它 那我们就要希望市民能够明白这一点 你讲到一些法理上的底线 先讲这一部分 你一直都是担心就是说 现在这个一地两检的方案 其实可能会做一个坏的先例 令到就是冲击了一国两制 亦都是一个后患无穷的一个情况 可能会出现的 但是譬如听回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昨天说 就是说这个方案 日后是不会任意这样做的 因为要必须经过三部曲 希望市民不要过分担忧 你怎样看它的解释呢 收不收货呢 绝对不会收货 因为现在那个方案 其实会产生两个我觉得很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它引用基本法第20条 去令到香港政府可以主动放弃某一些的权力 这件事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在过去特区成立20年以来 如果它可以做这件事的话 日后它可以放弃哪些其他的权力呢 例如说可能 基本法23条立法搞了这么久都没搞定 不如就香港政府又主动放弃这个权力 跟着交给这个中央政府帮我们立法 行不行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香港政府不知为什么它觉得可以宣布 香港某一个地方 不再是司法上香港一部分 跟着香港的法律就不需要在那里执行 这个又一个很匪夷所思的东西 如果它可以再这样做的话 日后又会划哪一个地方出来 令到那个地方不是司法上香港一部分呢 刚才你说袁司长他说这件事不会再发生的 很抱歉其实今时今日的香港政府的公信力 我很难再相信这件事情 就着高铁这件事里面 政府已经骗了我们两次的了 我举这两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 第一个例子是在这个政府申请撥款的时候 去问这个立法会拿钱去建高铁的时候 当时的运输局长郑宇华是说过 就算通车的时候 不需要一定做到一地两点的 那今天就已经反口立 说一定要做到一地两点了 那究竟是那时候讲错了 还是现在讲大话呢 这个是政府需要搞清楚的一件事 那一单我可以当它是个别例子 还有第二单 第二单是2007年的时候 当时其实已经处理过一次 基本法20条的问题了 那时候是讲这个深圳湾口岸 而当时的保安局局长 李小光是曾经讲过 用基本法20条 只是用来增加特区的权力 是不会拿走香港市民的权利的 但是现在政府做的东西 偏偏就是在做这件事 这一句说话 你可以回到立法会的会议记录那裡 整句东西是很清楚的 那我举了两个例子 其实是讲了十年时间 就是政府答应了的东西 都是和高铁相关 而现在已经翻了口了 那今天政府再去跟我说 说要说服香港市民 这件事是不需要担心的话 我想它需要给多些少少的诚意 但是也要给多些少的保障 刚才你讲到政府的说法 就觉得现在有一地两检方案 它们就强调其实是没有影响到 港人的权利 他觉得特别是法律的责任或权利 因为它是已经将其中一部分 是撥了到内地口岸区 但是当然你觉得 是不是有影响到可以争辱 但是政府有一件事是说到 就是觉得将来不会任意做之余 必须要走三步曲 就是说因为要得到就是本地内地同意 以及必须要经过本地立法 是不是真的这些关卡都不足以去 令到你们释除疑虑呢 因为你要过到立法会 要成譬如你刚才说的23条 是必须要有三分之二的议员 是同意才行 23条不需要三分之二 只需要一半 这个是重大议案 可能我弄错了 是 好了 刚才你说到说 就是政府要多一点的诚意 要多一点的保障才行 怎样可以做到呢 我想政府在这个推销的过程里面 就是说了很多夸张失实的东西 令到我们觉得政府是很没有诚意的 就是例如司法的问题来说 它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天就已经引用了这个英美 和英国和法国和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案例 这个已经是一个错误的引用 我一听的时候我已经发觉 政府你是不是真的想和我讲事实 你是不是真的想做一个有诚意的沟通 我或者解释一下这些案例 在英国和法国之间 我们有一个英法隧道 其实它也是尝试做一个一地两检的方法 但是英国和法国所签订的协议里面 是说明这个司法管车权是两个国家各自去处理 一直去到这个边界为止 就不会像香港现在这个方案那样 就说要给了些权给人家 在美国的例子一样 美国它因为有很多小的城市 如果加拿大的飞机去美国 各个城市都要做的话就很烦的 于是他们就将一个预先清关的方法 就放在加拿大 加拿大有一个立了一条法例叫 预先清关法 它里面是详细讲明美方人员 在加拿大的时候是可以做些什么 是不可以做些什么 例如说手伸的话 程序全部写在那条法例那里 这条法例我最喜欢的是第十条 它第十条就有一个条文是这样讲的 它说任何旅客 在这个预先清关的过程里面 任何时候他喜欢的话 可以掉头走 这个保证就很抱歉 我想我现在特区政府在西九龙的方案 就没有这个保障 在这些这么不同的做法里面 现在人家那种做法就是说 我保留所有的权力 然后再想一下逐一点逐一点 你有什么需要的我们再谈 香港政府反过来 香港政府是将香港的所有权力 全部给中国大陆 然后反过来再问中国大陆 我们是不是有六个豁免 还是怎么样去再拿回头 这两种做法完全不同 是不可以比较的 它都要拿来比较的时候 我觉得很没有诚意 但刚才讲到政府在昨天也有说 在执行细致上面是有商讨的空间 如果政府说我来跟内地 首先第一部曲都要大家去签 就是一个安排要有一个共识的 那方面如果它做到 刚才你所说的 在那个的执法权上面 它可能拿多些的话语权 包括刚才你所说的就是说 譬如在那个的拘留 或者是拘捕那个时间 程序写得清楚一点 甚至是跟回内地现在的准则 就是现在譬如它扣留 不可以超过48小时的 在香港的要求里面来说 这件事可不可以拭除到这个疑虑 而继续维持一地两检这个方案呢 如果一地两检可以做到 符合基本法的话 那当然是值得支持的 但是现在它要动用 基本法20条去再做的话 这一点本身就已经很值得质疑 那些细节是真是一些枝节的东西 我们先处理这一点 那就是说就算 譬如说在其他的 就是你所谓的细节上面 它有一些的进展 例如刚才譬如 我们昨天都有讨论过的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的 就是增加一些香港法例 適用的范围在内地口岸区 现在有六个的 如果增加到七个八个九个 举例 譬如昨天都有讨论过的 就是我和运输及房屋局长讨论过的 譬如说增加一些 譬如是保障言论自由的一些条文 例如是如果他内地 就是香港有人在内地口岸区去抗议 那都列明只是能够驱逐出境 又或者刚才所说的一些的拘捕权 一些的拘留权 它其实会是跟回香港那个去做 或者列明怎样做 然后大家再去谈 又或者甚至是 就是可能是那些武器 就是它戴的一些窗械 那些都有一些规管 这件事可不可以做 如果做了这件事 是不是可以有少少去想一下接受呢 这里始终有一个法理基础的问题 亦都是我刚才所说的 在英美的做法是 它们保留自己所有的权力 然后你需要什么 我们再去谈给你 但现在香港整个法理基础 就是说我给了所有权 中国大陆先 跟着再逐项谈回来 我六项不够 七项八项 这个起点本身不一样 由于我们有基本法 是需要尊重的关系 也都写得很清楚了 基本法是不容许 大陆人员在香港执法的 那怎样可以找到一个 符合基本法的方法走出来的话 这个需要 即是特区政府 再去给新的方案 到时我们才可以再谈 你想还有什么方案 如果刚才那些 你觉得都是知识委 由于起点开始去讲 又要符合 即又要做到一地两检 但是要符合你所说的要求 你本身有什么方案可以做到呢 又要符合法理基础 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想的 那当然如果要在香港做的话 我们真的需要很有想象力去处理这件事 但是与此同时 也都有其他人提出其他方法的 例如说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在深圳或者广州 即一些主要香港人的目的地那里 在那些地方做一地两检 都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在蛇口 已经有一个一地两检 那一个一地两检 要处理的法律问题 已经处理了一次了 那相对他将来要接受的法律挑战 肯定比现在西九那个少很多 那这些全部都可以考虑 全部都需要去谈 你这个方法可不可以 我们下一次回来再谈 谢谢 欢迎回来讲声讲错 今集的嘉宾是一地两检 干注组成员梁启志 梁甄刚才说到 你有另一个提议的反应 意思是不如在一些高铁 广深港高铁的圆线那里 去定立一些一地两检的一些站 那就可以解决到现在的争议了 但问题就是 昨天我都有问过政府的官员 他们就说譬如举例 如果你在深圳福田 其实已经是不可行的了 因为那个环境上面 是摆不到一个这样的位置的 那怎样解决呢 那技术上似乎下不通 我想有三样东西需要注意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 当时申请拨款的时候 郑宇华是答应过 这几个车站是留了一个位置 去做一个关卡的检查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现在不是说我要将整个 西九龙的那个 关卡搬去福田那里 那是真的会占很多位置 但如果我们说可以将这件事分散的 我们是选 就是在大陆 选五到十个 香港人比较热门的目的地 在那些地方去做一地两检的话 那其实每个关卡 它需要处理的人流已经少了很多 那需要占的空间也都少很多 那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的特区政府 其实一日到刻都跟我们说 中央政府是很支持香港各样的 那我相信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 中央政府和各个地方都会去配合 但是就是刚才正正的问题 就是你相信中央政府配合 但是可能中央政府配合 但是可能地方政府都会有一些声音的 就是为什么我要给我们的位置 你们去香港的一些的边检人员摆下去呢 因为讲真整个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其实迫在香港 最大得益是香港的 就是如果是 官符这个观点去想的时候 他们未必想这样做的 是不是这么可行呢 我想我要修正一下 不是说只是益香港的 事实上 现在最新这个政府提出来的 那个客量的估计 已经讲的是有整四成多的人的旅客 是内地人来的 都是方便他们的市民来香港的 那这件事是一个相向的事情 就不能说只是益香港人的 那我相信内地政府 他们都明示你的 就是见到香港处理不了这件事的时候 一定有方法可以解决 但是那个政治现实就是 就是假使现在这样去行那三步曲 那样 其实去到立法会 真是去立法的时候 其实这个方案已经是 很大机会是会过到的 就是如果在这个政治的 现实里面这样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些 的说法就是说实事求是些 应该就是接受了一地两件方案 然后在上面去原备 就例如上一节所讲 就是可能是在一些 執行细节上面 更加争取多些是 保障到香港人的权益呢 是不是应该这样想呢 我想反过来去问这件事就是说 政府那个方案原来 是要面对很重大的司法挑战 这个司法挑战可能 去到通车那天都没搞定 反过来我们有第二个方案 是已经行之有效的 在蛇口已经在做的 是不需要面对那么多 司法的挑战的 如果我们真的想准时通车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个 阻力小一点的方案呢 先讲究竟可不可以准时通车 如果刚才用你建议的方案 要在譬如说五至十个 我应该没有记错了 五至十个一些的 内地的广深港高铁圆线 或者高铁的一些站那里去 实施一地两件 现在这段时间是否真的做得到呢 去到说是明年的第三季去通车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政府自己都会觉得就是说 他很有信心是面对这些的司法覆核的时候呢 他们是有很大机会是胜数的 而这个的观点也都在部分的一些的 法律意见那里都是有同样的看法的 既然这两件事都存在 是不是真的可以 你的方法是否真的可以解决到 现在的困局呢 第一样东西大陆建议很快的 这些我们见过的了 第二样东西就是 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接受 就是政府那种比较大石砸死蟹的方法 就是我说我数足票的了 我一定通过到的了 就是我想香港人是否这么容易去甘心这件事 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司法上的挑战 我们见到基本法的条文 似乎会被他挖了一个大咕窿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件事我觉得是差过释法的 就是在释法这件事里面 我们还要选择一条条文出来 去怎样加盐加醋 怎样都好 但是他现在这个做法 是会画一个地方出来 然后进去香港的法律 就不再生效 很明显是一个差过释法的情况 但有些人的说法就是说 刚才你的前置是 假如大家都觉得是大石砸死蟹的感觉出现了 但是现在你看回 一直讨论下去的时候 譬如这个礼拜或过一个星期 似乎市民的反应不是真的那么大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如果真的转变策略的时候 为市民争取最大的利益的时候 应该是时候在这一点开始去谈 就是说将那些执行细节是更加完备会好些呢 我想市民就要明白究竟那个利益在哪里 就是政府所说的话 就是如果没有了西九的一地两检 就会大打折扣 这个说法我自己是非常之不同意的 因为你看回政府那个客量估计 我们讲的是有83%的客员 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深圳和广州 就是政府一直的那个说法就是 我们不可以给一些旅客在深圳下多次车的 但是你反过来 原来大部分的旅客的目的地就是深圳 就是他不会下多次车 他本身就要在深圳下车的话 这个说法本身已经不成立了 这个是短途的情况 就算是长途的话 我都不觉得所有的长途旅客 他们是需要一地两检的 我举两个例子给你听 第一个例子是 如果我去得比较远的 例如说去北京或者去上海 现在深圳是有车去北京的 要搭11个小时 政府可能说 将来会有些快点的车 又或者快点的路线 都要8个小时 我就当它8个小时才算 没有正常人 是会早上乘8个小时的火车 你一定是晚上搭 那些叫做晚上睡一晚 然后第二天去到那种方法 现在在深圳有6班车去北京 其中有4班就是这些列车 那这些列车有个特色就是 你中途不会怎样上落客 因为没有什么人 会选凌晨1点钟在武汉下车 凌晨3点钟在郑州上车 不会这样做 那如果我们设想 将来香港去北京的列车 都是一个这样的点对点服务的话 那同样道理 我在北京设一个关卡就可以了 现在香港的直通车去北京 就是在北京设一个关卡 又是一个行支有效的方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因为铁路走线的设计问题 由香港去东南沿海 车运专线的车站 例如潮汕 厦门 福州 泉州等等的车站 那辆列车必须要在深圳北站那里 调头才可以继续走 高铁是可以调头的 但是我查过那些列车班纸 要调头的高铁列车都要停 在站那里停最少15分钟 如果我是不是都要在深圳北站 停15分钟的话 为什么我不在那里做一个边境的检查呢 政府经常说 如果不在西九做一地两检 你要停多一次就会慢了 它本身就要停的 这些这样的计法 我继续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 整个高铁政府本身说 一天大概有11万人搭 当中长途的原来只有1万多人 那这1万多人里面 原来又不是个个需要一地两检 最后需要一地两检的 可能在说是只有几千人 不要忘记 政府是说到2018年的时候 香港和大陆之间 每天是有超过70万人来往 一边是70万人 一边是几千人 我是不是要区区为了几千人 要在基本法那里整个大孤窿出来 我是不是区区为了几千人 我需要去行一个 司法上有这么多挑战的方案 但是你承不承认 长远来说其实大家的目标 如果真是想拿到最大经济效益 就应该是要发展一些 透过这个的合作去发展一些长途 或者吸引一些长途旅客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将来有机会 其实是需要用到一地两检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当然现在这个阶段是短途 但是如果你要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就应该是长途 而政府昨天都说不排除 如果到时有这个需求 或者市场是需要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是会加长途的吗 我希望政府看回自己交给立法会的文件 就是他自己不要自相矛盾 政府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是讲到 刚才讲2018年的时候 有百分之十七的人是长途 政府自己估计去到2031年的时候 只是会增加到百分之二十的 就是增加了三个百分之 就是所谓长远来说会多些 不是多很多的 可能政府会觉得不是的 可能到时有些衍生的客流 到时就会多的了 就是他也有举过其他国家的例子 唯有机会会增加的 不要紧要 你计算一条数给我看 实实在在告诉我 究竟有多少人 就不要只是给一个愿景 跟着因为拿着这个 没有实际数字支持的愿景 然后就要香港市民去支持 他这个这么有问题的方案 假时间他真的拿到数据 就是去证明或者他真的有心希望吸纳 就是可能做很多的措施 你不知道他其他配套措施 想去提升这些的长途的高铁客的流量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支持一地两检 还是你都觉得要把所有的一地两检 都要摆在内地不同的一些的长途高铁站那裡 那数据那个问题 我想我真的要看看那些数据怎么来 因为政府现在公开数据那种做法 就越来越躲起来 那在09年的时候 他申请撥款的时候 那个客量估计的文件 是有23页子那么长的 去到2015年 他更新的客量估计的时候 那份文件只有5页子那么长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那份文件 就会写明了 他估计将来香港人口有多少 深圳人口有多少 广州人口有多少 每个地方经济增长有多少 有些参数 去到2015年的时候 大家发觉那些参数错了 原来香港人口没有他想象那么多 深圳人口又没有他想象那么多的时候 那他就修正了 但修正他又不提供一些新的参数给我 那去到早两天 有传媒叫他再给一些新的数据的时候 他只是给了一个表而已 什么都没有 那我怎样相信他这些数字 时间有限 如果他真的能够提供到 说想着去加那个长途客的话 到时有没有得再去想回 现在这个一定两件方案 因为刚才你说那个长途 你说在不同的站 对的 但这个是点对点 如果他只要经多几个站的话 将条路线 你这个方法未必能够解决得到 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在讲 一开始我都讲了 两样东西 一个是成本 一个是效益 效益的问题我们需要处理 他要告诉我究竟效益有多大 但与此同时 成本的问题需要处理 究竟司法问题如何解决 我们现在还未见到一个可行的方案 好 多谢你上来讲清讲楚 下次再见 各位建军九十周年阅兵 在内蒙朱若和训练基地举行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正在检阅部队 来看看现场